列王纪上十八章二十四节 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 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 那降火显映的神就是神 在加密山上 一座坛煮起来了 柴摆在坛上 寄生则摆在柴上面 现在面临一次重大的考验 那降火显映的神就是神 巴黎的先知祈祷 求告他们的神 又用刀割自己的身体直到流血 但没有火降下来 伊利亚上前祈祷 猪的火从天降下 百姓欢呼说 耶和华是神 我们要侍奉祂 到了新约的时代 五旬节的时候 圣灵的火从天降下 神用火来回答 门徒的祷告 门徒的祷告与期待 显明自己是又真又活的神 这火不可熄灭 如果神的火熄灭了 祭坛与祭物 祈祷与努力 还有什么用处呢 圣灵的火要证明神的真实 但神的儿女 应当将自己摆在祭坛上 他们应当愿意被点起来 甚至被烧尽 只要圣灵的火 永远燃烧着 世界仍在等候 同样地证明 那降火显映的神 就是神 《猎王记》上十八章 二十四节 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 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 那降火显映的 就是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